《无忧度》主演 任嘉伦 宋祖儿 讲述的是神秘的捉妖师 轩艳遇上少女伴下 二人与人妖共存的 世界共立齐情悬案的浪漫爱情故事 任嘉伦为这部剧足足等了一年的时间 他对这部剧可谓是期待满满 没想到宋祖儿今年偷税漏税的丑闻一出 这部剧很可能就无法播出了 本来是很看好这部剧 如果不出事的话 很可能就是又一大暴剧了 青簪行 主演 杨子 Wife难以听说换人了 讲述了由光幻黄子霞的一段爱恨情仇 一步步牵引出大唐皇家惊心密案的故事 这部剧又是多少网友的一难评啊 却因为一个人出事 整部剧都播不了 只能是换人补拍 但是听说没有人愿意接手这个烫手山芋 希望剧方有其他办法能让剧顺利播出 折腰 主演 刘雨宁 宋祖儿 这部剧是刘雨宁为数不多的男主 没想到也被宋祖儿的事件影响了 看来也是播出无望了 想不通作为艺人来说钱已经不少拿了 为什么还要去做这种事情 把自己陷进去不说 还连累了同剧组辛辛苦苦的付出 冥安如梦 主演 白露 张灵鹤 这部剧也是大家非常期待的一部 近年来白露的剧也是爆点满满 虽然官方通知说是技术原因 但是知情人士透露说 可能是因为南三州郡伟的原因 所以不到最后一刻 谁也不知道能不能顺利播出 落花时节又逢君 主演 刘学义 袁冰妍 这部为什么不能播出 想必大家都很清楚吧 要说惨还是刘学义惨 红了之后的第一部男主剧 却还是不能播出的 因为女主的原因不能播出 可谓是太可惜了 也枉费了剧组人员的辛苦付出 南烟斋笔录 主演 刘亦菲 景博然 看这个题材以及主演人员 就体现出了诚意满满 没想到被其中主演之一的赵立新翻了车 立场不明地发言 也让后他的演员之路到此为止 这种带着满满为侵略者洗地的言论 所以说他的封杀不冤 翡翠恋人 主演 李中硕 郑爽 这部剧真的是一波三折 刚拍完的时候 遇上限寒令导致无法播出 这个还没结束 没想到女主却出了事 一下把爽子打入无底深渊 这部剧自然是无法播出 后期播出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了 要知道这件事情影响巨大 就算是换脸 也能同时更换男女主 戏份量太大 相当于重新拍了一部剧 再者这个是几年前的 不论是剧情还是什么 都跟现在有所差异 所以大家也不用等了 八清传 主演 范冰冰 高云翔 一部剧里面男女主 同时出事还是少见的 这部剧也是一波三折 刚开始因为男主高云翔的 桃色新闻导致这部剧无法播出 后来当时范冰冰的男友 主动来补拍替换 却没想到刚拍完 女主这边就出事了 这一下这部剧 算是彻底播不了了 后来想顺利播出 还改了名字 由刚开始定的迎天下 改为八清传 却也无济于事 锦衣夜行 主演 张翰 蒲敏英 这部剧不能播出 可谓是很冤的 因为女主是韩国人 而我们又颁布了限韩令 所以导致不能播出 虽然近几年 张翰是有点满满 但是这部剧的题材和内容 还是让很多网友喜爱的 龙门标局2 主演 郭京飞 袁永怡 由于第一部的爆火 第二部也让观众期待满满 但是这部剧不是因为 演员的关系播不了 却是因为编剧宁财神 XD事件让这件事情 没有转环的余地 已经被当作劣迹艺人封杀了 宁安如梦 一场古装剧的奇幻复仇之旅 古装剧一向备受观众关注 而备受期待的古装剧 宁安如梦终于确定了播出时间 这部剧不仅有豪华的演员阵容 更有曲折的故事情节和精良的制作团队 它将向观众展示一段又爱又虐的复仇故事 让人们感受到爱情的甜蜜与苦涩 领略古装剧的独特魅力 故事围绕着女主角江雪宁展开 她是一个历经两世的复仇者 在第一世中为了登上皇后宝座 不惜付出一切 却最终在公变中被迫自尽 然而 在第二世中 她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重生了 并与帝师谢威合作 共同谋划 成功化解了燕林即将面临的血冠里事件 保全了燕家的安全 随后 江雪宁和谢威经历了剿灭平南亡乱党 北上讨伐大越国等一系列事件 在这些危险中 谢威为了拯救江雪宁 不惜伤害自己 两人渐渐相爱 最后 他们一起揭开了20年前平南亡事件的真相 江雪宁用真情感化了谢威 两人终于走到了一起 谢威由备受瞩目的新生代演员张灵鹤饰演 张灵鹤凭借出色的演技和颜值 赢得了众多粉丝的喜爱 她在剧中饰演的谢威是一个霸气侧漏的角色 与江雪宁之间的爱恨情仇 是让粉丝最为着迷的情节之一 而女主角江雪宁则由备受瞩目的新生代演员白鹤饰演 白鹤凭借出色的演技和颜值同样赢得了众多粉丝的喜爱 她在剧中饰演的江雪宁是一个历经两世的复仇者 角色性格鲜明 情感丰富 展现了白鹤的精湛演技 除了张灵鹤和白鹤之外 宁安如梦还聚集了王星月、周俊伟等实力派演员 他们在剧中的表现同样出色 为观众呈现了一幅幅精美的古装画卷 宁安如梦的制作团队同样精良 导演朱瑞斌和编剧实境都是业界的佼佼者 他们凭借多年的经验和精湛的记忆 将宁安如梦打造成了一部充满惊喜的古装剧 在剧中 观众不仅能够欣赏到演员们精湛的演技和优美的古装 还能够感受到故事情节的扣人心弦 宁安如梦不仅仅是一部古装剧 更是一场奇幻的复仇之旅 观众能够与角色一起感受到爱与恨的交织 体验到情感的起伏 剧中充满了悬疑和惊喜 每个角色的命运都牵动着观众的心弦 在这段奇幻的复仇之旅中 江雪宁和谢薇之间爱恨情仇的纠葛与追逐 将给观众带来无尽的惊喜和震撼 现在 让我们一起期待宁安如梦的精彩呈现 感受古装剧的独特魅力 共同走进这段奇幻的复仇之旅 看看江雪宁究竟能否成功完成她的复仇计划 最终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宁安如梦 一部充满情感和人性的古装剧 朱瑞宾导演在接受采访时 对宁安如梦充满了自信和期待 他表示 这部古装剧不仅仅是一部普通的古装剧 更是一部充满情感和人性的作品 他希望通过这部剧 能够让观众看到古装剧的内涵和魅力 这部剧以唐朝为背景 讲述了一个曲折多变的故事情节 人物关系复杂而又扣人心弦 导演朱瑞宾透露 在拍摄过程中 为了追求画面的真实感和质感 剧组进行了多次实景拍摄和精细的后期制作 这也为剧中的场景和服装增添了更多的历史感 编剧实景对剧本的创作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他表示 在创作过程中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去研究和打磨剧本 力求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他希望通过这部剧 能够让观众看到古装剧的魅力和价值 无论是从演员阵容 故事情节还是制作团队来看 冥安如梦都备受瞩目 这部剧集结了一众实力派演员 他们将为观众呈现出精彩的演技和角色刻画 故事情节曲折多变 不仅能够让观众领略古装剧的魅力 还能够引发观众对人性的思考和感悟 古装剧一直以来都备受观众的喜爱 它们让观众能够穿越时空 感受古代的文化底蕴和历史风貌 而冥安如梦作为今年备受瞩目的古装剧之一 无疑将成为观众们期待已久的一部佳作 古装剧的魅力在于 它们能够将观众带入一个全新的世界 让人们能够感受到历史的厚重和人性的复杂 而冥安如梦正是这样一部充满情感和人性的作品 它以唐朝为背景 讲述了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 故事中的每个角色都充满了鲜活的人性 他们的命运交织在一起 产生了许多令人震撼的情节和转折 这样的故事情节不仅充满了戏剧性 还让观众对人性产生了深深的思考 除了故事情节的精彩和人性的呈现 剧组还在拍摄过程中 进行了多次实景拍摄和精细的后期制作 这使得剧中的场景和服装更加真实 给观众带来了更加震撼的视觉享受 宁安如梦的制作团队对这部剧的用心可见一斑 他们不仅注重故事情节的打磨 还在细节上下了很多功夫 这也是为什么这部剧备受瞩目 备受期待的原因之一 古装剧一直都是观众的宠儿 因为他们能够带给观众不同的感受和体验 而宁安如梦作为今年备受瞩目的古装剧之一 无疑将成为观众们期待已久的一部佳作 让我们一起期待宁安如梦的播出吧 相信这部充满情感和人性的作品 一定会让我们感受到古装剧的内涵和魅力 让我们一起穿越时空 走进唐朝的故事世界 感受历史的厚重和人性的复杂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